好 这个消息吵了两天 那么刚刚台大已经宣布了最新的结果 就是说管忠敏并不涉及抄袭 对不对 对 这整件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一开始等于是说 大家爆料就是说这个管忠敏的论文 有去抄袭什么 有去抄袭他的学生 他的一位张姓学生的论文 那爆料的人是谁 爆料的人就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张廖万坚 然后一起开记者外 还包括他们的立法委员何欣纯 那结果爆料完了之后 当然就是引起大家高度的关切 因为你一个要接任台大校长的论文 既然去抄袭 大家就会想到谁 想到之前那位校长杨畔茨 杨畔茨第一个反映是说 我不知道我挂名的那个论文 有抄到人家的 但是你会发现杨畔茨受到的道德责难 是非常高的 高到什么程度 高到他宣布就说 他不再连任台大的校长 换言之如果一个台大的校长 有做这样论文抄袭的事情 我想很多人很自然就是说 你根本没有资格当个校长 结果没想到后来大逆转 对 大家没有想到大逆转 因为第一时间 这些立委所提出来的质疑说 两个论文有24个地方 是有抄袭的问题 大家是一模一样 甚至连图表 那图形弯曲的地方也一样 所以他们说这里面就是 复制贴上剪接贴上的概念 所以大家也很关心这件事情 可是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我听到这几位委员 在上节目在讲东西的时候 我就捏一把冷汗 为什么捏一把冷汗 因为这个委员竟然说出一句话 这两篇论文这么多地方一样 一定有一个人去抄另外一个人 只是说要大家要调查清楚 是谁抄谁的 对 是A抄B还B抄A 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就发现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告诉你说 有50%的机会 因为反正不是A抄B 就是B抄A的 这件事情里面有50%的机会 这些立法委员是干嘛 是赌错的 对 他是有可能出错的 就真的出错了 结果没想到到今天 你看到台大陈信办公室 所做的回应 台大陈信办公室 因为台大有个陈信办公室 之前就是爆发前校长杨扮持 那个论文事件之后 才成立这么一个陈信办公室 这个陈信办公室呢 去比对跟调查这个论文之后呢 发现什么事情 发现原来去抄的 是学生抄老师 不是老师抄学生 哇 这下问题就大条了 如果这里面真的是像他们讲 就是说 管宗敏他们没有抄袭的问题的话 哇 那这件事情就 就变成一个反作用力 倒打这些立委 因为它变成是乌龙爆料 这对委员的这个爆料的公信力 或对委员调查B案的公信力 它就会有伤害 好 所以真的伤害蛮大 也就是说以后爆料 爆别人的料之前 真的是好好查清楚 要查证清楚 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来看看管宗敏 因为这几天变成新闻人物 所以也有很多人讲说 还有没关系 当不了校长的话 看他还不错 也可以来选台北市长 这几天很多人被点名 包括了管宗敏 包括赵绍康之外 今天还有王兴怡 李燕秀 甚至吴敦义都被点名 还不要忘记 有一个网红昆批 李熙昆批 很多年轻人很爱的昆批 他也被点名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本来在国民党内就有一个初选机制 初选机制就是让想要参选的人来选 想要参选的人本来已经有谁 有郑立文 对不对 然后你有看到丁守中 那结果呢 在蒋万安宣布退选之后呢 对这所有人来说 都造成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叫做畅衰效应 什么叫做畅衰效应呢 本来吴敦义 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 是高度的期望蒋万安 国民党立法委员蒋万安 因为年轻有为 长得又帅 希望他可以出来参选 结果呢蒋万安竟然说我不选 我不选出来消息一传闻之后呢 因为他是告知吴敦义 结果吴敦义被告知的时候 当下反应是错愕 错愕的下一个反应是 你要不要多考虑几天 那你知道这句话一下去呢 就告诉说 原来吴敦义对这件事情这么震惊 然后你看到新闻的报道 又出现一个新闻叫做 听到蒋万安退选的新闻 国民党党务高层主管吃不下饭 连饭都吃不下去 连饭都吃不下去 太难过了 换言之呢 你会发现吴敦义跟国民党高层 其实是主意蒋万安出来选 那也告诉你就是说 在他们心里觉得 丁守中跟其他的候选人 出来选的胜选机率 都比不上蒋万安 各位 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之后 等于是怎么样 间接在唱衰 丁守中跟其他的候选人 这其实对丁守中非常的不公平 为什么非常的不公平 你做了这样的说法出来之后 有地方的主管还说 不然把那个丁守中 拿去跟昆批李希昆做搭档 因为他是网红嘛 换言之他也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们担心丁守中吸不到年轻选票 你这对丁守中等于是 还没参选就先否定他哦 那更不用说 你刚刚看了几个候选人 什么李彦秀也提出来 然后呢 王兴宇也提出来 大家想想看 台北市议员王兴宇 他之前的争议是什么 第一个 爆料说张忠谋在国外受重伤 结果呢 大家说 你这样乱爆一个台积电 台湾最好的上市会公司 你爆错他的料 等下影响到人家股价 你怎么办 然后呢 后来呢 他有讲 陈维廷的事情 陈维廷在牢记法抗争里面的时候呢 说他去摸人家女警的胸部 结果呢 你根本没有证据 然后你做这样的指控 指控完了之后呢 你还讲说 我只是说乘叉叉 我没有说一定是乘叉挺 乘什么 结果呢 这种硬撞的行为呢 在网友心里 评价当然就变得很糟糕 也很争议嘛 结果王兴宇自己 当然他看起来应该也是不会选 他刚刚说很辛苦嘛 对不对 那结果又点了立法委李燕秀 李燕秀就告诉你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想要好好做个书记长而已 换之他也没有意愿 然后又点到谁 又点到管忠敏 竟然说管忠敏 当不了台大校长 你来算起床 你来算起床 是人人都可以选吗 还怎样啊 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丁守中已经不是 二军的问题 刚刚我们讲说 讲万安优先 丁守中好像是二军 现在不是啊 李希坤 好像比他容易吸引到年轻选票 然后呢 又点到谁 又点到管忠敏 也可以 那就是丁丁心理一括 丁丁不说而已啊 到最后连吴敦毅都被点名下来 前面才在笑人家说 民进党的新北市 如果是游席昆跟苏贞昌来选的话 新北市那个叫做什么 王爷初选 那如果吴敦毅 你也来选台北市长的话 那不是也是一句话 王爷初选吗 所以你会发现丁守中被这样 一二三四几到后面 丁守中不知道是六军还是七军去了 你知道吗 你想想看 你如果是丁守中 你心里会好受吗 再加上 我跟你讲 这在选举里面 其实对国民党非常的不好 为什么 假使党内初选 因为至少之前我们所知道的 丁守中在国民党内 民调是最高的 那如果是丁守中出来的话 那你看到我们现在媒体 已经在做什么操作 媒体现在在做什么操作 做一个脑袋观念 新跟旧的操作 所以你看媒体 故意拿去问丁守中说 丁丁是个人才 丁丁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丁守中被媒体写什么 生气愤怒 被吓了个标题 那你现在对年轻人来说 被叫做丁丁 你是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就大方说丁丁是个人才 甚至你丁守中 就把它变成很多的漫画图 然后甚至放在自己的头上 变成一个布条 年轻人反而会觉得 你有创意 你有梗 对不对 然后你不会把别人 笑你东西当做是什么 认真的当做回事 然后你不能接纳他 你还转化 变成是笑自己 你看连周喜伟 周喜伟不是好多年前 被人家讲说什么 上山打老虎吗 他现在变虎哥 结果人家说 周喜伟自己自我解嘲方式 周喜伟就说我是虎哥 对啦 你看他就是很正面的 面对这个东西 可是就是因为丁守中这种态度 太容易被激怒 我很担心 今年的选举会把他跟柯文的 操作成两个极端 柯文则是好玩有趣 然后丁守中就是老 老派守旧 就只有老这件事情而已 然后什么事情都愤怒 然后你想想看 建平如果你是新闻主管 你会不会叫记者 三不五十去督丁守中的麦 这个丁委员 有人叫你丁爷爷 你的感觉是什么 他如果突然又愤怒起来的话 是不是又变成一个新闻 让人家操作 这就是为什么 上次他跟吴思瑶选的时候 他的关键交叉 丁守中上一届 跟吴思瑶在选立委的时候 关键交叉在哪里 就是在他说人家 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还要人家叫你姐姐 就是说如果他要出来选的话 他的幕僚可能脑袋 要比较灵光一点 对不对 要比较有梗 要新一点 不过你觉得是不是 现在要选的话 一定要找政治明星 你若不是政治明星的话 你跟柯P没得拼啊 我觉得除了政治明星之外 最重要是他的讲话 要让人家有感觉 要有感 然后他是要一个新的观念 所以即便他 可能不一定是政治明星 他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分量 但是出来选的时候 你一定要表现得跟 这个传统政治人物不一样 因为像姚文志 我觉得姚文志是一个很好的人才 可是姚文志的问题就在于 他太沉稳 他讲的话对年轻人来说 太冷感 太无感 太冷了 然后你讲的都很像是标准答案 所以那些话呢 就打动不了 也吸引不了年轻人的注意力 太关枪关掉的意思吗 对 如果他今天 你看柯文哲多厉害 柯文哲找了很多YouTuber 网络拍影片的合作 在脸上贴了一堆丑丑的东西 在脸上 他都无所谓 他很放得开 所以呢 如果是要在台北市选 他可能就要走这样的步调 对 好 所以一定要放得开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 再见 好